我妈妈这几天都睡不着 辛苦了 妈妈比较辛苦 她快80岁了老人家 那天气又这么冷 我觉得 我让父母这样担心也是很不孝 可是你说让大家小孩都吃来住 这段时间 非常多的朋友 大家关心我的状况 怕我觉得压力很大 那也有一些朋友提醒 出门一定要有人睡醒 注意一下人生的安全跟家人的安危 那在这里也跟大家报告 虽然压力很大 目前的情绪状况应该还算良好 没有任何负面的想法 也不会想要终止自己的生命 不会有任何自杀的念头 这个请大家放心 也请大家一起加油 为台湾的下一代的健康加油 我 书尾硕医师 绝对不会自杀 你可以说民进党变了 也可以说国民党变了 今天唯一没变的就是苏伟硕医师 他反对来际始终如一 以前有一个林杰良医师 如果民进党现在是在野党的话 苏医师没意外就是林杰良第二 他应该要受到众人的尊敬跟欢迎的 结果现在因为反对来际跟政府的利益相左而被追杀 这次就是一个坑杀的行为 他们提不出证据来反驳 于是就用带风向的方式来污蔑 再加以国家机器的追杀 让大家觉得 苏医师好像是为言耸听 请问有几个人真正去听过苏医师讲的内容 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呢 我跟各位说 如果现在民进党还在野的话 苏医师现在绝对变英雄 差在立场对调而已 那空气中有来际这个说法 我在Discovery有看过一集类似的实验 就是上厕所大号之后呢 整个空间都会存在大便的分子 也就是说只要你在厕所 你就会吃到大便 刷个牙都会吃到大便 门没关好 搞不好还让这个大便分子跑出去 那怎么没有人说 Discovery制造恐慌呢 妖言惑众呢 你去公共厕所洗个手就吃到的耶 你不敢相信 但外国人做实验侦测 就是真的有 即使这个分子很小 所以来际在环境中 甚至空气中不是不可能哦 好不好 那所以你看我们都要吸收这个心知 没有知识也要看电视 那更何况这也不是什么 无法想象的事情啦 好OK 那现在我们给苏医师 对可能对食药署来讲 我提到的空气中有莱克多巴胺 或者有非常多的特定立场的一些网媒 他们会觉得说 这个真是笑掉人家的大牙 用我们台湾话讲说 空气中有莱克多巴胺 你不是空的你才会相信 我想如果说在菜市场跟人家讲说 要跟你说一下 意识好像欺笑了 他说空气中有莱克多巴胺 你敢有什么相信 我想大部分人会相信这个疑似发疯了 但是如果你去好好地想想看 我们为什么会闻到空气中的各式各样的味道 你到菜市场为什么你会闻到鱼的味道 肉的味道 蔬菜的味道 甚至你还可以闻到人的味道 这些味道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东西 就是这些食物散发出来的分子 它是一个化学的成分 被你吸进去了 被你的嗅觉神经摄取到了 然后传了一个讯号到你的脑部 所以当你闻到味道的时候 这个味道其实已经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 因为你唯有把这一个分子 吸收到你的身体细胞的时候 你才闻得到它的味道 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 上厕所的事情 你闻到花香 香味已经变成你的一部分 你闻到臭豆腐的味道 不管你认为是香的还是臭的 那个味道其实也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 当然你会说你还是可以把它代谢掉 但是你闻到臭味的时候 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还是会留在你的记忆当中 当然闻到香花 特别是你的男女朋友 送给你的花的味道 你也会记住一辈子 它会留在你的脑海里 当然我们今天谈的是科学 那莱克多巴胺一样 最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说法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是民进党中央有找一位大学的教授 他来博士这个空气中 有莱克多巴胺的想法 他说你们知道吗 莱克多巴胺的费点是几度 520度 费点520度的东西 怎么可能会跑到空气中呢 我不争论这个问题 先让大家想一想 我们来讲另外一件事 你知道水的费点是几度吗 100度对不对 我们把一杯白开水放在室温里面 维持它25度 请问空气中会不会有水分子 没有超过100度 空气中会有水分子吗 会吧 我们有很多地方需要维持湿度 我们是不是会摆上一杯白开水 如果那个水分子不会跑到空气中 那空气中的湿度是从哪里来的 好 那摆了一个月两个月之后 那一杯白开水里面的水会不会减少 好 回家可以做个实验看看 但是我想一般人的尝试 应该你大概就知道 那是什么结果 但是科学家他会告诉你 如果你要请他发表意见的话 他必须去做实验 他会告诉你 一个月之后减少了多少百分比的水 两个月之后减少了多少百分比的水 他不会用一个叫做不合常理 就告诉你说你讲的不是真实的 不合常理的事情常常也是真实 不过目前为止 我对莱克多巴胺相关的问题 提出来的不是根据我自己的研究 因为莱克多巴胺要研究 要花很多钱 没有国家经费的支持 没有这么多钱 但是我们手头上可以用Google查到很多 免费的期刊 有一些要付费的期刊 我也看不到全文 但是有一些免费的期刊 提出来的证明一件事情 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 莱猪有没有毒 最近大家知道我被卫福部控告 对不对 说我违反食安法 说散布谣言不死的消息 最高可以判三年 那卫福部的理由是什么 散布不死的讯息 那引起轩然大波 那社会说为什么讲 莱猪有毒就要被告 被告关三年 那以前也有人说这个莱牛有毒 那些人为什么不用抓去关 后来我在报告媒体好像有看到说 政府澄清说不是说莱猪有毒就违反食安法 是因为另外一个原因 那请教一下 如果说莱猪有毒没有违反食安法 就表示莱猪有毒不是谣言 也不是不实的讯息 也就是卫福部自己也认证啊 莱猪有毒啊 我这在这里再公开再讲好了 如果违反食安法再来抓我一次 再判一个三年没有关系 莱猪就是毒株 这是根据中华民国法律的规定 以及我们现有可以查到的所有科学证据 今天有时间的话我也可以再来说明一下 我们台湾自己的科学家 在2015年的时候 我们也在这个公听会上 把这一篇的论文报告给 当时卫福部的部长全程出席的 我把时间讲一遍 就是在今年的10月12号 卫黄委员会的公听会上 那因为是针对卫福部的 开放莱猪的行政命令 那我们讲完了之后 卫福部没有任何人否定 这一篇的论文有问题 那既然他没有否定 也没有发新闻稿澄清 所以我们合理的可以推断 卫福部认可这一篇论文 并不是谣言 也不是不实的讯息 但这一篇论文 我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论文的影像 它上面第一次的在全世界 而且到目前为止 我所查到的文献 大概也是唯一一篇 证明莱克多巴胺对人体的细胞是有毒的 但是因为莱克多巴胺又不能够真正的对人体做试验 所以用细胞做试验 那如果接下来要再验证莱克多巴胺是不是长期的 在10个PPV就是目前的所谓容许标准 会不会产生长期的慢性的影响 所以他们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叫做模式动物 那有一位专家告诉我 我们的诺贝尔医学奖 有八个诺贝尔医学奖是颁给用果蝇做出实验的医学发现 果蝇这么不起眼的东西 但是他对人研究人类的疾病非常重要 那这一篇研究用果蝇证明了三件事情 这一篇论文就是由我们卫福部科技部还有教育部 他们经费支持的一份研究 那作者来自六个学术单位 包括中国医药大学 还有他们的附设医院 还有文化大学 冯甲大学 退辅会的台中农总 还有亚洲大学 是一个跨学校的一个综合的研究 简单的讲 他就讲到两大类的事情 第一个对人体的细胞是有细胞毒性的 第二个用果蝇来做 他会造成十个PPP让他吃21天 他会盘盘能力受损 寿命会减短 再来就是结石会形成 也就是说 他会产生毒性的作用 对健康造成危害 当然最可怕的是最后寿命减短 那也会在寿命减短之前造成生病的几率增加 如果这个果蝇是人的话 那你就想想看健保的负担有多大 可能会多了一些结石 或者是行动不便造成的种种医疗伤害 会需要这个健保的一个费用 所以大家可以来看这个是发表在国际期刊 我觉得我们非常骄傲的2015年 我们就领先全世界证明了 莱克多巴胺对人体细胞诱毒 那他的英文在这里 他是剂量效应引发的 这个医生都看得懂 细胞毒性 那里面有一个就是人体的细胞 那这个卫福部没有说这一篇是药言 也没有说他的数据有错误 苏医师我跟你分享一下我在网路上看到的留言 我看到有一些网友他们的留言真的是非常好笑 他说因为苏医师之前有讲过说 莱季的毒性是摇头碗的250倍 那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就不用吃摇头碗就会摇头了 那其实我们是在讲他的那个毒性的部分 还有这个观众也有提到说 那莱牛也有毒啊 那我们很早就进莱牛了 那现在空气中就有这个莱季了啊 那苏医师对这点你怎么说呢 好 这两个问题啦 我们一个一个来讲 大家最关心的是250倍 250倍也是我在10月12号公庭会的时候就提出来的 我当时是根据一篇2017年的一篇 我们叫做回顾性的刊物 那这一篇刊物大概收集了将近100篇的论文 要解答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非常新的受题 叫做TAAR1 那这个受题所开发出来的第一个治疗精神病的药物 其实已经公布了 已经在准备药销售 台湾还没有引进 但在国际上已经公告有这个药物研发出来了 那研发出来药物的意思是什么 TAAR1可能跟人类的精神疾病的发生 或者是它的治疗是有关联的 不然药怎么做得出来 所以TAAR1的确值得大家关切 那250倍是怎么来的呢 当时的资料都可以去调公庭会的资料 因为那里面有株子稿 250倍是针对小老鼠的部分 它有一个叫做EC50 这个很专业啦 但是我简单的讲 就是说你要让这个受体产生一半 50就是一半的 50%的意思 一半的作用的时候 你需要达到多少的浓度 那我们这样子就可以去比较 各式各样不同的物质 对这个受体的影响的活性 那活性可能也就是毒性 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 这篇作者非常厉害 收集的非常多 包括人家有研究安非他命的 研究甲基安非他命 也研究了摇头丸 就是所谓的MDMA 那在小老鼠的时候 我们从它的数值去推算 MDMA的EC50是4.0 那莱克多巴胺是多少 它上面写的数值是0.016 0.0016还是0.016 应该是0.016 所以你把4除以0.016 是不是得到250的数值 250倍嘛 因为你越低浓度 就会产生作用的活性越高 这也有其他的教授说明 EC50越低 他的活性就越强 那如果这个会产生毒性 当然毒性也就越强 后来报告之后 威福部说怎么会这样子 那就委托了台大的江志刚教授 去重新看这一篇论文 结果他看到这篇论文 这个0.016是从另外一篇的论文 那边引用过来的 可是后来他发现 这个论文2017在引用 一篇2014年的论文的时候 这个数字在超过来的时候 单位相差了1000倍 那校正之后变成什么呢 莱克多班对老鼠的TAAR1的活性 变成了四分之一 那当时我们其实在 跟卫福部的宫天会的时候 就讲到这一个部分 这个是他对小老鼠的反应 那不要说是250倍 假设莱克多班是摇头丸的250分之一 我们就这样子轻率的放到 我们孩子每天要吃到的肉里面吗 更何况对人体 莱克多班跟摇头丸之间的这个触动 TAAAR1的活性到底是差几倍 目前还没有研究出来 我们就把它放进去了 那不是拿自己的小孩子 我们台湾的小孩子 那台湾应在做白老鼠吗 所以在那一场空庭会 现在都还可以查到资料 我最后一张简报提出来的呼吁就是 卫福部要做一个叫做神经发育毒性的风险评估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名词 但是美国的环保署跟日本有SOP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人体试验的证据就把它放进去 这个就等于是我们自己在当白老鼠 苏医师很认真的回答 但是如果以那些留言来讲的话 可能代表说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人 他可能是比较关心来技能不能摇头 跟瘦肉精能不能瘦身 所以可以请苏医师简短回答这个问题吗 他到底能摇头能瘦身吗 不能摇头也不会瘦身 但是他潜在的 就是说到底会对胎儿 幼儿会不会影响到他的精神发育 因为同样一篇 江志刚教授也读到的论文里面就有提到 他跟这个瘦器TNAR1 是跟精神分裂的一些发展有关系 我们知道那个安非他命吃久了 可能会诱发精神分裂症 那莱克多班会不会不晓得 如果20年后我们才发现来不及了 那些人已经受害成病了 那刚刚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有一些人就会讲说 那我们进磷牛也很久了 那这样子我们台湾不就 空气中早就有这个磷毒了呢 可能有 可能有 对有没有人测 没有 比如说因为我们有吃了很多的磷牛 然后比如说好像那个 比如说Costco好像有很多 但是我也不确定Costco的磷牛 是不是一定都是磷牛 这个要人家去测 但是呢如果我们吃了之后 你到那个比较吃比较多的磷牛的地方 我不是说磷牛一定是磷牛 我们讲就是磷牛你到那边去 然后你从那个社区的污水处理系统 我相信可以验得出来 因为那个是代谢的关系 那就像刚刚我们讲的 如果你是在公共厕所呢 小完便之后冲一下也许部分的尿液它就变成一个很小的悬浮性的微粒 漂浮在空中 那尿中有的成分当然空气中也会有 但是网友就说 朱医师说吸了就会中毒 我想吸了会不会中毒 我也不敢讲 为什么没有人研究的东西 我们只是推测空气中会有 你会吸到 但吸到多大的量才会中毒 这是一个科学问题 不是我们在网路上可以辩论的 国家愿意的话就找科学家研究看看 其实朱医师您还有讲到一个蛮重要的一点 可是奇怪最近新闻没有拿出来讲 就是美国已经很明显的 平均寿命 对平均寿命在下降 对他没有说这个是不实的消息 对他没有把这个点讲出来 是他没有质疑我这个论点对不对 实要署好像没有发行文稿 也没有说用这一点说我违反死安法 把我移送法办 对啊对啊 四大荒谬或者是四大谣言里面 没有包含这个对不对 对啊对啊 那这样是表示 卫福部跟医院署认定 书伟说讲这个是事实吗 对啊 他默认了 那这就相对就是代表说 这个来剂真的对人体是不好的啊 而且也对美国也造成影响了啊 当然他不会马上说 像苏贞上讲的出台剂 不会有这么严重啦 但是很明显就是说 他的统计数字就是代表 美国人的这个平均寿命在降低哦 可能有人会说啊现在这个美国疫情那么严重死很多人拉低 不是啊 那是前几年的 对 2015 2016 2017 整个美国医学界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是医疗最进步的国家 这个很丢脸耶 对不对 你没有增加就算了 你还往下掉 那个让美国的医学界一直在问 然后他们也找到非常多的可能的原因 或者是确定的原因 有人可能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未知的东西是最大奉献 为什么欧盟敢不进莱克多巴胺的牛肉跟猪肉 为什么美国不敢告他 2012国际标准就通过了 欧盟为什么都不怕被美国告 因为欧盟讲很清楚 你美国人提不出安全的证明 今天美国人有提出安全证明吗 没有 他就是给你政治施压而已嘛 他没有用科学来说服我们 他用的是什么 军事的力量 政治的力量 来强加在我们的政府 或者是我们 然后我们的政府又来镇压我们的人民 连我提出科学的数据都要移送法办 好像就是不让人家提出不同的意见 所以莱克多巴胺不只伤害到我们的健康 也伤害了台湾的民族 跟台湾的言论自由 其实自闭症的这个问题 大家要去考虑 我为什么会担心 因为作为精神科医师知道 自闭症真的给患者本身跟他的家属 带来很大的负担 不是对他们有所歧视 而是对他们带来很大的负担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疾病 当然有人也觉得说像比较轻的自闭症 叫做亚斯波克症 他们也有很多有很高成就的 这当然也是有 连台湾也是有 但是为什么我会提到说 政府应该要注意一下 莱克多巴胺会不会去造成 自闭症的一个风险增加 因为莱克多巴胺在药理的分类上 它是叫做乙型受体素 它是在广泛的气喘用药都是用这种乙型受体素 因为它就是会松弛平滑肌满 所以有产生这个作用 可是在这个乙型受体素里面有一个合法的气喘用药 叫做特布塔林 大家要用网路上去查特布塔林 你会查到它在美国引发诉讼 什么的诉讼 跟自闭症相关性的诉讼 特布塔林在国际的期刊上有很多的动物实验 跟人体的流行病学 提出来它的自闭症发生率的风险的问题 我们这里并不是说所有的自闭症都是特布塔林造成的 但是它会增加风险的 研究在美国并没有被认为是谣言 或者被政府以示安法 美国也没有以示安法来控告这些提出特布塔林 可能会造成自闭症风险增加的相关的报告 那特布塔林跟莱克多巴胺 既然有相同的乙型受体素的作用的时候 那会不会莱克多巴胺也会影响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现在还不能直接排除 为什么 因为并没有完整的报告说 莱克多巴胺不会去影响人类的TAAR1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已经开发出来药物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TAAR1它存在我们脑部里面 它会去影响到多巴胺的调节 血清素的调节 我相信本身您是医师的人 特别是精神科医师的人 我讲这两个关键字出来 你就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了 那它是我们影响精神状态很重要的一个脑中的传导物质 那TAAR1又会去调节他们的表现 或者是影响 因为它很复杂 这个不是我们在这里几分钟讲得完的 这应该是教授级的医师来跟大家做报告的 但是大家记住TAAR1的药 已经在国际上出现了 台湾还没有引进来而已 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莱克多巴胺的同一个家族的哥哥 或者你说他的堂哥好了 已经在国外引发诉讼 那莱克多巴胺会不会也有 一样我站在欧盟还有卫福部你要注意听 十安法第四条是中华民国的法律 是田秋情委员他当时是民进党籍 他是在野党的时候逼了当时执政的国民党的立法院 定下的是安法 每一个字都是田秋情委员要求而定下来的 立法院公报都查得到 这个第四条里面最重要的有两个原则 我今天要特别提出来 第一个当然是自得权利 那个不用讲了 保障国民健康不用讲 最重要有两个原则要提醒 第一个叫科学证据原则 第二个是什么 视线预防原则 这两个原则结合起来的意义是什么 当我们有足够的科学证据去显示 有健康疑虑的时候 我们就要采取视线预防 苏贞昌院长 我也请你耳朵听清楚一点 你不要说等到出事来了 是怎样 人家要吃屎给你看 我很生气没有错 你说不能用情绪处理这个事情 我告诉你 听到你这种讲话 我当然很有情绪 你没有把别人的孩子当孩子 对不对 等到别人的孩子吃出事来了 你能够负责吗 你也有孙子啊 对不对 我们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孙子吃到可能会有害的 这个叫做事先预防原则 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尊敬的田秋勤委员 当年以一个在野党立委的身份 几乎是用他一个人的力量 定下了这个法条 所以我们来看看既然有这些医学期刊指出了 可能有疑虑 最重要的是美国人提不出安全无语的证据 这也就是为什么政府说服不了民众安心吃莱猪 政府要做很多的台湾猪的标示 政府不给军人吃 不给警察吃 不给学校的学生吃 对不对 退府会也不给这个农民吃 退府会的主委自己也说不敢吃 那他有违反食安法吗 莱猪这么安全 那就大家吃啊 卫福部也说 你说莱猪有毒 不会被食安法移送法办 为什么 因为那是真的 莱猪就是有毒啊 那我提出来的是 种种支持莱猪有毒的科学证据 也许人家研究上面有一点瑕疵 我们也可以更正一下 但是这个没有推翻 莱猪有毒的这个基本的事实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我奉劝我们的政府单位 或者是那些帮政府辩护的人 你们还是要知道一件事情 民众要关心的是你政府 来跟我们民众讲 莱猪到底有没有毒 如果莱猪没有毒 你提出证据 说服大家 我敢吃 现在美猪我敢吃啊 对不对 恐怕已经吃到了 对不对 那如果你告诉我 莱猪是安全的 我敢不敢吃 我吃给你看 敢不敢 卫福部长跟我一起来吃莱猪 好不好 你只要证明安全我就吃 可是你拿不出证明来 我知道 七成的民众虽然他不是科学的背景 但是他们也可以查Google 他们都知道莱猪有毒不能吃 所以我想事实胜于雄辩 而且你们不是雄辩 你们是辩不倒别人就把别人关起来 把别人抓去叫警察来问话 这个中国话叫做什么 胜之不武啦 你大七小强七弱 更证明了科学证据站在你们那边的很薄弱 所以为什么卫福部违法的风险评估 不敢把这些科学证据纳进去 一纳进去 风险评估做出来的报告就是不安全 所以卫福部用这种违法偷换的方式 把一些有害的科学证据都排除掉了 所以就说莱猪无害 你们心智肚明 陈时中自己不敢吃 对不对 王美花只愿意吃一天 不然我请问谁要署长 我的校友 吴书长 那你敢吃吗 你敢说莱猪是安全的吗 莱猪不安全 大家都知道 把所有说抓去关 莱猪还是不安全 这个支持进口莱猪的人 他们有一个讲法 就是说万物皆有毒 关键在于这个剂量 像是水喝多了也会中毒 只要剂量不到 那就算就是无毒 就没有毒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想请教一下苏医师 好 那在说明之前 我先引用我手机上 可以查到的一篇文章 这个是2014年3月4号 文章叫做毒物及健康风险 作者呢 都是我们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一些 非常令人尊敬的这个学者 包括林静芬 何佳琪 陈慧成 林平平 那林平平我记得 当时也出席的宫廷会 好 那他这里面引用到的一个就是500年前的一个独理学之父 他的原文是这样我就念给大家听 所有的化学物质都有毒 世界上没有不毒的化学物质 但是依照使用剂量的多寡 接下来就要注意听了 可以区分为毒物或药物 独理学之父并没有说剂量低的没有毒 他是说万物应该指的是化学物质 就是说所有的化学物质都是有毒的 并没有不毒的 莱克多巴胺是化学物质 所以按照独理学之父的说法 他就是有毒 好 那你按照剂量的多寡 可以把莱克多巴胺分成两种 某种剂量的莱克多巴胺是毒药 某种剂量的莱克多巴胺是药物 那请问莱克多巴胺作为药物 他有没有合法上市 没有 他在研发的阶段 他就get out出局了 所以莱克多巴胺永远就是毒 那为什么我们又把莱克多巴胺 放到我们的食物里面 那是商人为了多赚钱 所以他让动物吃这个毒 动物可以节省食量 肉长的比较多 可是人吃的呢 莱克多巴胺如果可以治疗人类的疾病 我们可以承受它的副作用 所以我们会接受 可是吃猪肉的人并不是要治疗疾病 我们只是要吃饱肚子 所以在我们吃的食物里面 不需要有没有必要的毒素在里面 那莱克多巴胺就是不必要的毒素 剂量要去区分的是毒物或者是药物 剂量不是区分有毒跟没毒 剂量的区分是毒性的大小 剂量高当然毒性就比较高 剂量低呢毒性比较低 某种剂量的毒可以拿来以毒攻毒 就是来当药用 李远哲院长讲的话非常有智慧 标准以下的莱克多巴胺对健康的影响不大 为什么不大 因为标准以下的浓度已经很低了 毒性就很小了 毒性小当然就是影响不大 但是有没有 有啊 不大就是有 不大就是有 不然李远哲院长他是科学家 他就会跟你说标准以下对健康没有影响 如果这样大家不就放心了吗 苏贞昌院长不是说只要是标准以下吃一辈子都没有问题啊 对不对 显然他跟李远哲院长讲的就不一样了 那你要相信苏贞昌院长还是要相信李远哲院长 我相信李远哲院长 我觉得标准以下吃的对健康奉献有影响 因为苏贞昌说他有吃过好像七八年了 说他没事起 没事是他自以为没事啊 对不对 很多疾病都没有感觉高血压糖尿病 在并发症出现之前 你都不知道自己已经生病了 很多人是心脏病初始的 为什么 因为他不晓得自己有心脏病 还去做了一些事情 比如说爬山啊 激烈运动啊 或者吃到一些可能有强心作用的药物 结果心脏负荷过大 可能就猝死了 对 事后解剖也查不到原因啊 对不对 反正就死亡证明书上面就打 死因是什么 心脏停止 对 心脏停止没有人不会死 对 对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